我们乐 放着跳 一个车 放着笑 我们这般的宝 每次客满的发 嗯 什么招音 高招招招 跟我们吵醒 气得灰烙 头配套 心心的面积 咋笑 为了爱的才学 哎 问了 这里是爱说唱的迪伦 台湾的说唱近期综艺节目 大喜爱时代2 现在也更新到了第二集 据说第二集更精彩 会有比第一集更好看的一些点 这一集他们的说唱水平到底如何 第一个要出场的参赛选手 名字叫做Ka Hai Boi 看一下这一集第一个上台的 参赛选手的实力吧 有点乱了 这一段的节奏气味性还可以 其实双人团体的说唱组合 有特别多的成功案例 但不代表两个rapper在一起就能一加一大一二 特别是两种不同性质的声音 想要合作成一首歌 最大的难度就在于歌曲的框架设计 因为毕竟是两种音乐声音 它就代表着两种气质 需要各自发挥 而又不能让完整的作品让它感觉特别割裂 对于三parts的话还是比较合理的 毕竟整体的发挥也没有特别大的失误 OK 接下来看下一个rapper 他是怎么来表现的吧 我看不到你的人 神仙太棒 都没得完就命放下一口 那顶我主意弹了毕童 少年级为耍顶耳朗 少年级 我怕伤痕 都想的不打 群伴的不打 兄弟的不打 企鹅的不打 为你不打 全叫做彼此 他还有心脏不断的情感 为你平反一次又一次 不打不相识 出来混淆走得胜 能走更绝能走得顺 走起年少的企业 不代表没有意见 有社会就有江湖 我还到哪里都一样 少年不要带着恨 该知道夫妻承认啊 他这个他挺有台湾的那种歌曲的味道 我主意弹了毕童 每个地区都有代表每个地区的文化 我喜欢品尝每个地区的特色 同样也在努力的get到每个地区 他们的特殊的hiphop风味 像刚刚这一段整体的vibe 就挺有台湾嘻哈音乐 特有的一种特殊的vibe 但是对于开头的歌词部分 可能不了解这种文化音乐的听众听起来 没有办法get到 甚至会觉得有点尴尬 所以要让自己的歌曲尽量破圈 有更多的听众的话 我建议把歌词做得再通俗一点 OK 我们继续听下一位歌手 Let's go 他是阿美族 有点民族元素了 其实这种史和雷鬼 节奏有点笨了 不是特别弹 Buddy这一段融合了一点民族元素 这个创作方向绝对是对的 因为他在歌词里面还用了一点 他们本地的少数民族语言 这肯定是大部分观众都没有办法听懂的 然而这个效果是一把双刃剑 因为可以把歌词屏蔽掉 那么歌词质量上 你可以主攻它的听觉 每一个字就围绕着听觉上去打磨 并不一定要把歌词写得多优美 那么这首歌就完全玩听觉 玩氛围的一首歌 这也是放映黑帕特别占便宜的一点 最后他也是得到了三pass 其实这一段除了创意心之外 他的发声方式也还可以 挺三味级的 虽然说这一个舞台并不是特别的成熟 他这个声音的特性 我倒挺期待他后面会不会带来一点 风格更野一点的那种民族风格的饶舌 看到现在这一集前三个rapper都是三pass晋级 那屏幕前的你觉得他们三pass 和你看到的他们的饶舌实力相匹配吗 下个要上场的rap叫做REX 据说Biggi的事情就是他干的 看一下他带来的舞台实力到底怎么样 他这首歌估计纯作氛围了 FELA FELA 老子的丑人不能拆别 包围山 FELA 像打台阶 FELA FELA I F*** 像得我傻逼 牛是个大傻逼 后不然怕我一线 这一首不肯定被他散烂 老花去散 我的散看 跑到半个车面还没参戳 Pero by the lana Boy yeah Pero by the lana FELA 这首歌有点意思 OK听到现在是第四首 我听到这首我才真正的打起精神来 想不到台湾那边也有这样去玩音乐的人 我很喜欢从音乐的听觉本身去做一些听觉试验性的音乐 这种音乐最有意思的一点就是 它的创作方向就是音乐听觉本身 然而并不是你做的奇奇怪怪 它就是实验音乐 它就是艺术 只有让你感受得到氛围 让你感受到一点什么 它才能够称之为艺术 像刚刚那一段 我是能够感受到一点氛围的 我也很看好REX 期待它技术越来越成熟 再带来一点更惊艳的作品 第二集听到现在虽然是四首歌 但是总体还是有点意思的 这一集确实也有一些有看点的东西 就比如说接下来要出现的这一位rapper OK关注我 我是爱说唱的迪伦 我们下期再见